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呢 李德威很聪明 老子不干了 不跟你玩了可以吧 可是持续的有关于这个法轮功以及我们所谓爱国同心会的争议的风波不断 但是我们在媒体上从来没有仔细的看过 究竟哪个媒体有好好问一下为什么爱国同心会朋友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张小姐来为大家说明 你们今天到底在101前面为什么想要表达怎么样的诉求 那我现在是要先讲那个为何我们会到101去抵制这个邪教法人公 那当初我们也没有发现邪教在我们台湾所有景点占据着那里 就是传播一些反共的一些文学那骚扰游客那后来我们通过那些导游跟一些大陆的同胞跟我们反映 就是说为什么当初是在故宫那边最厉害那我们就去看了实体一看真的是这样子 结果我们又到国服纪念馆也发现这个问题在101也发现这个问题 甚至于在民权东路三段72号那边的免税商店也有 那他们长期霸占着所有的景点涉入吧 然后骚扰游客 那我们对这一点是相当不满 你的信仰你的反共你所有的理念练功也好我们没有意见 可是你在骚扰所有的同胞以及有爱台湾的观光景点 那我们针对这一点是表示不满 我们也跟市政府反映也跟我们的总统反映 也跟所有的相关的单位包含警政署都反映这个问题 那当时呢我们到101的时候那是三张礼管辖嘛那个派事署 他觉得我们一到就造成他们的困扰 第一他们要派远景过来维持持续 那原本没有我们团体来他们根本不用出情 他觉得你们来是一个烦恼 所以对我们呢很不友好 然后处理的事情也不公正 那甚至于把我们的扩应器都从车上拉下来 还告会长周清俊罚妨碍公务 所以后来经过检查 就是地检署那边去判断 就是说不成立这个妨碍公务 那后来就我们也反过来告他就是执法过道 结果他法院也判好像都没有不了了之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只是代表一个台北市市民 要向市政府提出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一个 把台北所有的景点还原给人家 让所有的漂亮台湾景点展现在所有各国的游客的眼前 不要让那些邪教在所有的景点弄得乌烟瘴气 所以我们就是从去年102年的10月开始 扎正在101这边广场 那我们觉得101他们是法轮功最嚣张的一个景点 据点就是在那边动员了几十 甚至于50个人吧在那边 就是派一些人不穿那些特定的衣服 在那边游说人家派那些传单骚扰游客 那今天我们讲了 你如果说柯P要叫警察来保护法轮功 那我要请问柯P你是谁的市长 你难道是法轮功的一个家长 还是他们绿色的一个家长 我们今天同心会没有关系 不用你保护 那我们要请问柯P 我们同心会被打了 你要不要下台 你要不要处理这件事情 第二个问题 他说我们好像1月19号我的画面是说 我抢那个警察 换十个心一分局局长都没用 对那个是法轮功的唐人台 他们故意就是截肢 有好多的画面 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开始 很多有突破上面出现的我们的画面 就是都是不利于我们的 当然这个唐人台是他们法轮功的电台 他的截肢的画面都是为了他这个画面 跟他们做宣传 我们是没有电视台 我们是一个没有钱 没有势力的一个小弱势的一个团体 要针对这个大金鱼 他是有美国背景的 有美国支柱的他来这边来反共 所以我们对这一点 我们觉得我们是有吃亏 当然我们相信我们是正义的一个团体 时间久了人家就会知道 我们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们在这边呛 我们不是呛警察 我们只是呛法轮功在那边 所以他把前面那段话剪掉 当时我有再说了 你法轮功你在这边骚扰游客 我们今天警察没有再管 当然换十个警察都没有用 我是这样子讲 所以他把前面那段话剪掉 把后面那段话泼上去 还有在10月27号把我挥手挥拳打人的那个动作 他泼上去 然后说我张秀业是一个暴力的 说我们爱国同心会也是一个暴力的 就是造成我们好像是 很就是 秀业姐我问一下 是不是就从那次的起 然后他们说你们打人 其实在前面也有 其实在前面那个 102年的好像5月几号还是有一段那个画面 他已经播出来了 也说我在那边打人 其实他把前面不利他的那个画面都剪掉 有利他们的那个都泼上去 造成就是我们完全是一个 因为媒体会造就一个人嘛 就是完全造就 就是我们同心会是一个暴力的一个形象出来 就是他们先来骚扰我们 说有的是他们先来打我们的画面 因为我们一直是在那边就是坚持 人不打我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你今天在那边 两厢大家各表诉求 理性的 我们都没有意见 那我们站在那里 我们都是老人家 再加上我这个已经有五十几岁的 讲起来欧巴桑了 我们不可能主动去出拳打人家干嘛 在民主国家 你有你的理念 我有我的理念 各表诉求 大家都能包容吗 可是偏偏就是在台湾这个地方 民主是他们好像一些绿色的是专利 然后就变成他们可以讲话 他们可以所作所为 你就不行 那我们在101举五星红旗的时候 我们是欢迎同胞来台嘛 他就觉得在台湾这块土地不能拿五星红旗 那我说你们可以拿一边一国的旗子 你们可以拿建国的旗子 你们可以拿什么 我们都没有去反抢你们 而你们就说我们是好像台湾是捅了 我说如果台湾就拿一面旗子捅了也太懦弱了吧 所以我就说我们只是一个代表了一个图腾 象征我们欢迎同胞来台 还是同胞来台反弱我们台湾的经济 我们表示感谢 所以我们只是出于这个理念我们到了101 第二个是法人公一直偏便就是反共产党的嘛 那我们就是在那边宣扬共产党的一些理想就是理念嘛 所以我们就是制衡他这个画面的动作 然后他就在那边就是剪接我们 好像在那边拿五星红旗打人啦 拿五星红旗好像站在台湾这块土地啊 又是怎样 就是网络上很多就是讲我们是老共的打手啦 又是在这边是要做一些什么共产党的理念宣传啦 反正就是跟你们戴红帽子嘛 我们是不怕 你跟我们戴什么帽子我们都不管 我们只是做我们的 因为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只是代表台湾还有一批中国人 当然中国人欢迎我们大陆同胞来台旅游 反正我们台湾的经济 我们觉得我们有必要 我空余时间我们就可以去 我们没有定时定点 我们有时候到故宫 有时候到国府支援馆 所以我们就是整个在这三个点 包含那个民权东路三段那边 我们也有社会去 那当民权东路那边呢 他们松山是执法是最公正的 只要我们一到 他就把那个看板就收走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道路 不能任何道路都不能设那些路板嘛 那现在唯一就是101这边是最嚣张的 他的看板放在那边 影响到人家游览车上下课的一个画面 他们我举报几次 好他们是说到现在也是说 这个是私人地 我们没办法取地 那我也想如果今天是私人地的话 都没有办法运作的话 那在101 那法人工就可以无法无天 第一他没有去求证 发表了这样一个言论 第二所有的媒体 他也没有来求证我当休业 跟爱国同行会 让那些媒体 片面的导向 就是法人工跟那些团体 你在那边津津有味的报道 完全是片面的一个报道 你有没有来求证过我们 我们作为媒体就是要有一个公正 你如果说你根本没有来求证我们 你片面的报道 你完全是袒护某一个团体吗 休闻姐我问一个问题 你在抗议的过程中 会不会很多人指引你的身份 会有一些 当初有几个好像 是他们法人工的人也有问过我 然后包含路过的警察都有问过我 可是我就觉得我是从大陆来得很正常 两岸本身就是一家人 你现在也有中华民国身份证吗 有啊 所以事实上你是国民的没有问题啊 对 而且就算是大陆同胞也是我们的国民啊 对对对 可是他就偏偏要跟你 苹果日报上面要加个陆配 呛警 然后我也不去管他 反正无所谓 我是陆配也好 是什么也好 我只是站在正义的这一面 我向所有的那些 我们讲代表所有的台北市民 我们只是呼吁法人工 你不要在所有景点骚扰游客 我们要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那有利我们下一代的小朋友跟我们台湾的经济吗 一点点对中共不满的那一块来影响到我们整个台湾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游览车的司机失业了 我们的饭店没有客人了 我们的餐厅没有客人了 我们的所有的百货业没有客人了 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你如果法人工你能够保证这些产业没有问题 或者你跟台湾能够带来经济上面的一些提升 能帮助我们台湾一些经济上面的发展 那我们也认了嘛 可是你偏偏不是啊 你就是在这边制造两岸对立啊 制造民族的仇恨啊 你好好的去守你的本分练你的功 谁会有意见 你什么宗教信仰也好 你的练功也好 谁会反对你 你今天是假借着这个名义 你在那边到处撞遍 到造谣撞遍 说我们说共产党迫害你 那我要问你了 这个是台湾了 又不是共产党的地 那你有本事到对岸去讲吗 台湾是马英九迫害 还是陈水北迫害你吗 都没有嘛 你在这边在那边讲给人家听有用吗 然后讲共产党那些完全是胡说八道的 那我们今天也要讲了 哪一个政党没有错误 哪一个政党又是做到十全十美的 全球上没有嘛 多少都都有一些瑕疵 可是你不能说你今天讲共产党 怎样不好不好 就一直讲人家不好 你今天用眼睛看看 今天的共产党是怎样治国的嘛 十三亿同胞怎样富起来的嘛 我们要用事实来拨实 这些邪教怎样来讲话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101所代表的台北市民 这一部分的人让他们知道还有人是反对你们在这里 骚扰游客 有爱台湾的观战 所以秀业姐你们之后还会继续努力的跟这个法轮功做抗争 我们会继续抵制这个不法的一个行为 所以法轮功你在这里 你就是在那边制造两岸不和嘛 今天我们的政府在推动两岸的政策是什么 和平发展 求生成 你在那边一直制造 好像巴不得我们回到原来对立的那些局势 那这个有利谁 只有有利帝国主义 有利我们两岸同胞吗 有利我们两岸的人民的生活 不利吗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多少人 今天每一天将近一万人次来到我们这边 大陆同胞 一万人次来到我们台湾消费 繁荣台湾多好 我们真的要用伤手去欢迎我们同胞吗 我们也希望更多 就像李克强讲了 他说不定会有十分之一要将近四亿的人 去旅游 那我们希望台湾更多 来翻译我们台湾的经济 是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爱国同心会的秀业姐 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们也对他的这个意见表达非常支持 因为今天假如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地方 那有人可以举一边一国 那为什么有人不能够主张共产党 主张共产主义举五星旗呢 当台独在解禁这个所谓分裂国家 这个问题的时候 同时也为了反共做了解套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101前面是私有地 不好意思 我认为台北市政府无权介入去处理什么 法轮功或者处理这个爱国同心会 双方就各站一边互相表达各自的立场 这才是真正民主的表现 我认为台北市政府无法带一边的 我认为台北市政府无法带一边的 我认为台北市政府无法带一边的